这两个?不太多了,但这三个年 他只21岁 大家好,这里是十六根羽毛 我们知道,在羽球行业,有不少女神级别的运动员 不仅身材高挑,皮肤白皙,颜值也是一等一的漂亮,美到窒息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羽谭三大美女,看你最喜欢哪个 到底是大枯彩还是丽媛文英 而且,有给摄影师夹鸡腿的福利彩蛋,宅男最爱,不用错过呀 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并点开小铃铛 这样,以后关于戴姿影及羽球的精彩内容,你就不会错过了 从后往前说,第三个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格罗亚,萨莫维尔 他是康有为的后人,应该是曾孙女一类的 康有为是一个特别有争议的人,很多人说他欺识到名,就不多说了 格罗亚还和林丹,新度合影 第二个是丽媛文英,人称小笼包 字幕志愿者 杨莫维尔 哈哈,这是官方镜头拍摄的,有人说要给摄影师夹鸡腿 还有下面这个视角,有人说摄影师绝对是日本的 看到丽媛文英手上拿的拍子吗?拍线多白 还有丽媛文英被逗笑的片段 第一个当然是女神大哭彩,人称老婆 还有粉丽媛说,这大板牙真可爱 老婆这是在用红西壶冲咖啡吗? 大哭彩在喝水,旁边是山口芡和澳园希望 大哭彩打球的时候更美,皮肤白,线条比例美极了 有这样的粉红衣服 大哭彩的沙球,其实挺冷的 大哭彩并不是花瓶,技术还是很强的 个人觉得大哭彩在全英赛那个服装最好看 大哭彩虽然强,但在小戴面前还是有点不堪一击 下面这个应该是戴姿颖和大哭彩最精彩的一球 你们就说这个角度是不是摄影师又立功了 大哭彩赛前热身,拉高远球的时候,简直了 看着腿上的肌肉,身材太好了 这三位里,你更喜欢谁?你觉得丽园文英和大哭彩,谁更漂亮? 还有人认为,志田千阳,黄雅琼,吴柳盈,王林比较好看,你觉得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也期待你的点赞支持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做过小戴和大哭彩的三期精彩对决 第一期视频里,小戴开局连赢5分,把大哭彩打得无可奈何 第二期视频里,我们整理了小戴的二招甲动作 简直无解,把大哭彩打得怀疑人生 第三期视频里,小戴的愉悦就球一招翻盘,大哭彩倒在地上,真的有点心疼他了 但输赢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哭彩真的太漂亮了 美得冒泡,同时,小戴打球真的太好看了,哈哈 以上视频,没看过的朋友,可以点击屏幕上的链接观看 再提醒一下,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并点开小铃铛 这样,以后关于戴滋影打羽球的精彩内容,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了 这是一个关于羽球的栏目,节目会在每周二,周五晚上8点准时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好了,羽球快乐无限,我们下次再见